过去这个星期,全球许多华人社区都举行了纪念六四的活动 洛杉矶也不例外,光是过去一个星期,洛杉矶就举行了三个纪念活动 音乐是这些活动共通的语言 请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视觉艺术家协会每年在洛杉矶华府的酒店集会纪念六四 今年他们请到两年前在奥斯路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演奏的小提琴家张万钧夫妇 重演当年献给丧失自由无法出席领奖的刘晓波的曲目 今天的活动是为了纪念天安门事件23周年 刘晓波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领导之一 他在学生和军队之间斡旋 希望让学生安全撤出 张万钧表示 这样的活动可能提高人们的注意力 通过报道希望中国的百姓也可以知道 我相信改革中将来到 不是一夜变天 而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发生 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 六四之夜的烛光在风中灭了又鸣 主持人说 虽然已经过去了23年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合唱几首歌曲 希望大家能够带回1989年的记忆 莫伟强和成真夫妇每年出席 他们12岁的女儿伊勒 今年是第12次参加 莫伟强说 让他们可以看到在共产政权底下 人什么生活不自由 他会很信心他现在在自由社会 他也愿意慢慢去了解跟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 成真说 重新来评价八九民运 来把他们在六四当中所犯的错误 犯的罪恶 能够向人民道歉 而且借此机会把民主在中国能够实现 这是我的愿望 王超华表示 陈光诚的艰辛万苦地跑出来 暴露了中国的维稳体制 而这个维稳体制的根子就在六四 既然可以把坦克送入天门广场 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 那你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维稳体制变成了基层官员 那理直气壮地说可以压制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人 而且剥夺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是和六四最为相关的 今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年轻人多 还有来自中国的游客 周先生说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一家子 他全家从北京到东南街来旅游 那我是告诉他们说 每年六四在这儿都有一个纪念活动 所以他们就主动地要我来带他们过来 刘宇是说 老师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事件 回家问了父母 父母也是解释得很模糊 所以我今天过来来看一下 到底是六四是什么一个样子 他们可以清洗了街道 然后洗了血 从物纸的几架 但在几个几架的泰国 一人的一人一人的手 然后他们不可以解释 这张照片 无论如何他们敢 说什么绝对 李先生说 我们忘不了六四 六四 对我们中国人 对我的心灵 对我的亲人 都有伤痕 王超华指出 人们无法忘记 人们意识到说 自己公民权利被剥夺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到六四 这是中共永远 抛弃不了的一个血债的包袱 大社国际洛杉矶加大分支 和视觉艺术家协会 在洛杉矶加大 介绍刘晓波的生平 张万军用爱的礼赞 呼应刘晓波 对妻子刘霞的一片深情 张万军说 这是一把没有上漆的小提琴 颁奖前夕 在奥斯陆 有个人权活动家的大会 我要求大家在上面签名 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能为这把小提琴上漆 再赠送给刘晓波 六四过后两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为中国设计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 不遗余力的陈一兹 得到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杰出民主人士奖 何惠说 恭贺陈一兹先生 获得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 26届的得奖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同仁和先进 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心力 在努力促使中国发生这个进步的 积极的民主的变化 但是这得靠大家不懈的努力了 谢谢你 以上是美国万花筒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